接下来请先散三年 同学给我们表演话剧 西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只喜欢吃人的怪兽 他的名字叫西 他的身体比骆驼大 跑起来比风还快 因为怕热 所以常常躲在海底睡觉 而且一睡就睡一年 一年的最后一天 他才会醒来到村里到处吃人 这就是一年最后一天了 我已经准备好干粱了 现在就躲到山洞里去 我也准备好了 好了 咱们快走吧 妈妈为什么每天 这一天都要躲在山洞里面 因为有一只叫西的怪兽 他每年的今天都会出来吃人 别说了快点走吧 我可不想被听抓到 乡亲们时间不多了 西就要来了 带上孩子家人 家人孩子和干粮赶紧将军了 我快饿死了 我要吃了你们 你们别想跑 救命啊 救命啊 妈妈救命啊 我不想被吃掉 救命啊 天哪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被西吃掉了 不行 你现在去的话 也会被西吃掉的 哎 西实在是太可恶了 居然吃掉了我的外孙 我不会放着他 全村人都躲到了山洞里 只有老婆婆一人留了下来 她准备在家里对呼吸 这时一个老乞丐走进了村子 我肚子好饿呀 你能给我点东西去吗 快进来吧 快进来吧 我就点水饺给你 谢谢你 真好吃 可是为什么整个村子都没有一个人呢 还不是因为那个叫西的怪兽 每年最后一天会出来吃人 吓得大家都躲在山洞里去了 那你怎么不躲起来呢 今年我的外孙被西吃掉了 我要想办法对付他 这样吧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就让我来帮你对付西吧 太好了 请你包子准备一块红布和两张红纸 天黑了 老神仙披上红布 在门口贴上红纸 并在门前点着了自己的拐杖 劈里啪啦 作响 劈里啪啦 作响 啊 这是什么东西的 啊 我的眼睛像被尖刺了一样 其实我是天送派来的神仙 现在心里没笑好了 你们家也没有担心了 在老神仙的帮助下 西被吓跑了 第二天早上 村民陆陆续续 下山回到了家里 老婆婆 你们还活着呢 我们都很关心你啊 对啊 我也有 我们还以为你会被吃西吃掉了 相信了 其实是一个老神仙 帮助了我们 西再也不会来了 你真的被吓跑了吗 真的 他用红布披在身上 用红纸贴在门口亮堂 并在门口烧了自己的怪杖 西便被吓跑了 多亏了这位老神仙的帮助 太好了 这双明星还怕红色的东西 和小亮的声音 那 那我们 每年的最后一天 大家都 穿上红色的衣服 一直想走 好 后来大家便把下烤锡的那一天 成为除锡 除锡第二天成为年 烧竹子变成放鞭炮 并在红纸上写上吉祥的话 成了今日的春年 这就是除夕的故事了 我是胡佳智 我在夕的故事里扮演小孩子 我是李天成 我在夕的故事里扮演神家 我叫陈子晴 我在夕的故事里扮演的是妈妈 我叫曹雨萱 我在夕的故事扮演是村民 我叫陈宁芬 我在夕的故事里扮演老婆婆 我是年小 我在夕的故事里是村长 我叫杨乐涵 在夕的故事里扮演 在夕的故事里扮演 感谢观看